我把话撂着 我今天要是喝粥 我是你儿子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顺夫啊 今天家里边没主食了 只能是粥 大姐夫啊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手 我下班的时候啊 我给我媳妇都打完电话了 我媳妇给我从网上订的大餐 哎 要不然我敢给你打这个毒 我还是你儿子 你有儿子也没有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呀 行行行 我跟你说 送外卖的 哎呦我天呐 你怎么才来呀你啊 你再不来我都饿死了 给我吧 看见没有 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 多少钱呢 给你钱 不用钱 那个女的通过维新支付了 什么一个女的呀 那女的是我老婆 哎呀什么事 你老婆我不管 老板 您慢慢请 我们的服务总值就是 顾客指上 紧准快借 租音 他刚才最后他这是什么 说是个梦 租音 走人 我怎么听着想滚 怎么滚 哎呀 看看看看 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 哎呀第一碗 大米粥 我媳妇太爱我了 我媳妇啊 是让我饭前一碗粥 先垫垫 看第二碗 小米粥 小米粥 消化好啊 这叫饭后一碗粥 这肯定是粥 红枣莲子粥 什么个意思 我明白了 我媳妇这是让我喝个水饱啊 哎呀不行了 饿了不行了 粥也得喝 哎哎哎哎 等会 等会等会等会 你不能喝粥啊 我怎么不能喝 你真不能喝粥 我怎么不能喝啊 你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你说你要是喝粥的话 你就是我儿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你看你这人 你说话你咋不承认呢 街坊邻居你们说的 说没说 我什么时候说话算个数 你也喝你也喝 好好好 哎你也喝 你喝呀 你喝呀 你不喝呀 我喝什么喝呀 你都喝了 我喝什么呀 我喝 哎呀饱了 大哥错了 哎呀 大哥错了 大哥错了 怎么你上来我就错了 我怎么错了 我 大哥是我错了 我 我送错饭了 这个才是 你们订的饭 我的天 你烹死我了你 看见没有大姐夫 这才是我媳妇 给我订的饭呢 我看看这都是什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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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子鸡 哎呦 红烧肉 哎呦 红门大虾 哎呀 大哥 是这样吗 我把你的饭送过来了 你把港菜那份饭 还给我呗 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啊 不是 我送错了吗 刚刚我给你的那份饭呢 是 二号楼的 102 现在我送给你这种饭呢 是一号楼的 102订的饭 我送错了 哦 那我明白了 行 还给你 盒拿走吧 啊 那 那都起完了 啊 哎呦 我的天 这不是那份饭 你起它干什么的 哎哎哎哎 你蹦的什么你蹦的呀 你送过来的 你也没说 我哪知道是谁的呀 我不说送错了吗 你不是你的饭 你也起呀 我哪知道 这不是我的饭呢 我媳妇从网上给我订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呀 要拿拿走 喝拿走 不 我要什么喝 我要饭 哎 人家你一顿拿门 什么是罗牌酒带呀 不是你要饭 你出去要啥 哎 小伙子小伙子 来来来来来 起来起来 一盒盒饭 不至于他 啊 这么着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你把我们订的这个饭呀 给他们送过去 好不好 那 那俩 能用吗 能 我们这饭多好啊 哎呦 我这小伙子 你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他能不要吗 他订了三碗粥 我这三份是什么 我这是三针 哎呀 他还不要 我告诉你 他不要 我是他孙子 这么说 特使吗 怎么不合适啊 那好 我们的服务总值就是 顾客之上 精准快接 搜 不是 大姐爸 啊 他说了个什么 搜人 我怎么听 怎么像滚 不是 不是 你这是出的什么主意啊 他就是三碗粥 你说咱那是三份 那是多少钱 他这才多少钱 他这是用冰棍的钱 买咱家一个冰箱啊 他这是 哎呀 大哥呀 你赶快小心 你赶一俩鞋子 请问你嘴子挡定了 怎么了 这 人家说 这什么破东西啊 这什么破东西 我明白了 大解放 那家人肯定是个败家子 你还说了 闻 闻这个味子 想吐 闻着都想吐 哎呦 天哪 街坊邻居们 你们听听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 这多贵的菜啊 我都舍不得天天吃 你回去告诉他啊 你问问他 他是吃什么饲料长大的 你问问他是什么东西 他是什么玩意儿 快去 我 我能这么说吗 怎么不能这么说 你就说是我说的 我前世门说的 他敢来找我 他敢来找我 我是他孙子 好吧 我们的服务中学就是 顾客起上 紧准快接 滚 你说你这个人 怎么了 你说你让人家传什么话啊 你传完了 回头人家找你来 怎么找 他敢 找我 他敢来找我 我就是他孙子 大哥 哎呀 哎呀 想回你那个红果党的 什么啦 你不来了 我倒要看看他是谁 谁叫前顺风 你干啥的呀 我柔道队的 前顺风 找你的 干什么呀 前顺风 找你的 快点的 找你 不是 我不是 你别不是 什么不是 前顺风 你不用怕他 他一个女的 练柔道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一个人答不过咱俩 媳妇 谁呀 咋的了 大姐夫 把手举起来 不容易受伤 受什么伤啊 我说你闹这个事 那个二位啊 对不起啊 情况是这样 来来来来 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 今天第一天上班送外卖 对 他呢把咱们两家订的这个饭呢 给送岔了 结果我们就把你们的饭给吃了 我就想呢 把我们订的这份饭呢 给你们送过去 你看没什么想 你们还不爱吃 你不造缸子吗 你认识我呀 对呀 我是对面二楼 102的 我妈老提起你 对面102的 张阿姨家 对对 张阿姨是你妈呀 对呀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妈跟我说话 你是她女儿 你练柔道的 对对对 你平时不回家呀 你今儿怎么回来了 你怀孕了吗 啥 怀孕了 怀孕了 哎呦 这是个好事啊 不是 你怀孕了 你怎么还穿这柔道服啊 穿这柔道服习惯了 比睡衣都舒服 哎呦妈 真的呀 这小伙子是 我是她老公 我是她老公 哎呦 你也是 金总员 练柔道的 哦 我是刚从李游 回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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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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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怎么叫 钱顺风了呢 我不叫钱顺风 你过来 她叫钱顺风了 是我妹夫 她刚才 她不敢承认 她怕你削她 削她干啥呀 这小样不禁小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香啊 啊 哎 哎 对 就 哎呦 就这个 这是我熬的一碗粥 能尝一小口吗 尝一小口 尝尝尝 尝 我给你拿勺去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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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勺来了 都喝了了 全喝了了 哎呦 我明白了 怀孕了 想喝粥 是 是吧 这粥好喝吗 好喝好喝 老公 我要能天天喝 她熬的粥 我老幸福了 那有啥呀 没问题 这么着吧 从明儿开始 你就到我们家来 每天晚上 我给你熬粥喝 怎么样 那粥不好意思啊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这么着 可回头啊 你身子不方便了 我给你送过去 我要是万一没时间的话呢 我让你孙子给你送过去 我哪来得行啊 谁是分 对 我证明她是孙子 没完呢